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神仙眷侣 佣斌和孙耶晶 这一对完全很OK啦 其实爱的迫降完结之后 很多人都爬不出两人的CP坑 光是恋爱说都传三次了 一直没承认过 现在终于成真了 全网都暴动了啦 据说两人是2020年3月才开始恋爱关系的 所以之前传的时候还不是情侣哦 两人现在也大方恋爱了 真的希望欧巴恩尼能一直幸福下去哦 不觉得这对的情况和当年的送送差不多吗 都是音系结缘 非常般配 也是大众心中的CP 不过希望结局会是不一样吧 话说回来 你还记得哪些元旦情侣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看看 那些年的元旦CP现在都怎么样了 首先是2013年爆出的Rain和Kim Tae Hee这对神仙夫妇 当时两人都大方承认恋爱 更在2017年结婚了 现在有两个女儿了哦 Rain前不久还在节目上扫狗粮 每次谈到老婆都很闪啊 2014年的元旦CP就是 李生基欧巴和少女时代 You are on you 其实早在那之前 欧巴时常在节目中表示 You are on you是自己的理想型 所以当时恋情曝光后 得到很多粉丝的祝福 但两人在交往一年九个月后 就因为形成态盲 聚少离多而分手 品帝李中介和名媛Yim Seeyong 这对2015年的元旦情侣 其实在2010年时就已经传出绯闻了 是值得2015年两人才承认发展成恋人 目前依然低调交往中 而2016年则是爆出 JYJ的Kim Jun Soo和EXID的Honey的恋情 还记得Honey在认爱后 在节目中大方提提男友 征战对方真的很帅 两人是在彼此扶持和陪伴下产生好感 所以成为恋人 但恋情公开九个月后就宣布分手 原因还是那句 房门的行程自然而然的分手 2018年有两配哦 第一对是BIG BANG GD和AFTER SCHOOL的李珠Yong 之前两人因为在IG上有多张照片的拍摄地点 重叠而传过绯闻 女方甚至手滑公开了和GD的亲密合照 但这两人从未承认过这段恋情 所以是真是假也没有人懂 第二对CP是殷系深情的李珠·欧巴和CHUN SUMI ONLY 两人通过电视剧《爸爸好奇怪》发展成情侣 即使欧巴入伍后也依然低调交往中 但没想到却在欧巴推伍后没多久 就传来工作忙碌而分手的消息 这段三年恋情就这样结束了 2019年是EXO的Kai和BLACKPINK的Jenny 或许是偶像出身 所以当时两人的恋情引起粉丝的强烈抗议 加上吉尼出道还没满三年 恋爱禁令似乎还没解除的呢 结果在1月25号就宣布分手 这对应该是恋情最短的一对CP了 可说是见光石 元旦CP可是让很多粉丝又爱又恨啊 因为很怕被爆出的会是自家偶像 无论如何 希望这些还在一起 还是已经没在一起的欧巴奥妮 还有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新年快乐 在元旦前夕 少女时代的Taeyeon突然被爆出 和Vix的Ravi正在恋爱 但SM公司已经出面回应不是事实 表示两人只是亲近的前后辈 之后传出报导说 南方公司的相关人员 却承认了恋爱说 最后Ravi所属公司再次沉浸 恋爱说是假的 这样反反复复的回应 也让大家搞混了 没想到韩梅却在爆出 跟拍两人三天两夜的影片 但此举却引起大批网友不满 表示当事人已经否认了 这举动太超过了 其实就算真的恋爱也没什么 最终要Opah Ami开心就好 Jellyfish Entertainment的第一号女团 咕咕蛋在2016年出导 2018年发行专辑后 就再也没有团体活动了 没想到公司闪电宣布 咕咕蛋解散 12月31号正式结束团体活动 并对此和粉丝道歉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吧 虽然团体解散了 但公司表示还是会支援 每个成员在音乐或影剧上的个人活动 希望接下来每个人都会走上属于自己的花路 EXO的DO目前正在年末休假 他会在1月25号正式退伍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将透过不归队的方式退伍 这也是继大哥休眠之后 第二个完成兵役的成员 欢迎都督回来 也期待新电影 艾奥·金庸说欧巴的兴趣 《暗刑御史》 《朝鲜搜查秘密团》还在日播中 而这时经纪公司表示 欧巴申请海军陆战队已经通过 预计将在2月底之前入伍 所以这将会是欧巴入伍前的作品了 希望欧巴安全入伍